大家好,我是毒昏 纵说周知 方舟大地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基因工程产物 相较于它们现实中的原型 监察者几乎是精雕细琢了每一种生物的造型 那么各位小伙伴是否好奇过 方舟的古生物和它们的原型究竟有何区别 谁是大卫星天花板 谁又惨遭削弱 本期视频开始 我们便将用一系列节目来带大家探寻这一答案 见过恐龙的我们都知道 恐龙主要分为两大家族 它们分别是鸟屯木和西屯木 因此作为本系列视频的开胃前菜 我们今天就先来对比一番方舟的鸟屯木恐龙吧 视频正式开始前先强调两点 一,众所周知十大天王只有九个 由于目前方舟只有九种鸟屯类恐龙被归入现实的数 所以本期十大卫星只有九位嘉宾 二,本期视频的排名标准优先以恐龙的体长卫星程度为准 卫星比例越大的恐龙排名越高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的视频这就开始 第九名 肿头龙 几乎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小型恐龙 肿头龙由于独来独往数量较少 习性相对被动 也不主动攻击玩家 且在驯化后也没有优势 很多方舟玩家几乎从眉正眼看过它 再加上它的个头在巨瘦伶俐的孤岛上确实不够看 搭配方舟第一人称的迷之视角 很多小伙伴第一眼见到它时 可能会以为它只有一条大型犬那么大 而当我们精确测算之后 就会发现方舟肿头龙的体型还是比想象中的大点 虽然确实不咋够看 这里我在场景中放了一批头高1米9的赛马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以方舟肿头龙的体型 你就勉强能驮个生存者 当然前提是你捏的人物不是个奇形种 经测量 方舟肿头龙的体长为3.88米 头高则为1.67米 用ZBrush分析体积得出 其体重又为563千克 而现实中的华尔明肿头龙 根据标本AMNH1696 以及其他肿头龙类的颅后材料推测 长度约在4.5至5米左右 可以说通媒服饰精打细算到了极点 对比双方的轮廓剪影我们可以发现 方舟肿头龙的头部和现实原型差不多大 但头大身子小 尤其是后腿及尾巴太短 这样他远小于其现实原型 因此毫无悬念 方舟肿头龙的体长卫星程度为-22% 位居该榜的榜尾 第八名 甲龙 作为我们玩家采矿所必不可少的帮手 甲龙这么早就出场可能会让大家有些意外 毕竟方舟甲龙五大三粗的身材 试感上看起来还是有些分量的 进入编辑器场景 这一次的参考对象 我采用了一辆长度为4.947米长的 兰博基尼里威尔特 相信经常开车的小伙伴 肯定对这辆车非常熟悉 经测量 方舟甲龙的体长又为6米 屏内成骨最高处为2.52米 导入ZBrush分析得出其体重又为5.2吨 而现实中的大副甲龙 最大标本CMN8880 复原后的体长可达7米左右 体重可达5吨上下 可以看出我们的方舟甲龙牺牲了尾巴的长度 以换取极碎岩石金属的强度 这让它略断于现实原型 但由于继承了大副甲龙的宽阔身材 这使得二者的体重仍然大差不差 因此方舟甲龙的体长 卫行程度为-14% 在方舟所有鸟屯目恐龙中排行第八 第七名 琴龙 不知各位小伙伴对方舟琴龙都有什么印象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恐龙的 琴龙驯服门槛低的同时 还有着无限的耐力 作为前击跑屠龙用着还挺舒服 最关键的是 琴龙会在攻击时伸出两根拇指 像截了屏幕前的关注朋友 即将点击这期视频下方的某个按钮 进入编辑器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 平时并不起眼的琴龙 其实也是有着不小的体型 经测量 方舟琴龙的体长又为9.22米 头顶离地面的高度又为3.66米 体重则为5.2吨 对比现实中的贝尼萨尔琴龙 根据已知最大标本之一 NHMUKR2510 复原后体长估算又为10米 体重5.5吨 比方舟琴龙略大一些 对比双方的轮廓 可见相较现实中的贝尼萨尔琴龙 方舟琴龙的身材紧凑 其前肢更加细长 因此略小于现实原型 总结 方舟琴龙的体长位形成都为-8% 排名第七 第六名 傅志龙 作为新手村重要的皮肉来源 胆小如鼠的性格 加上方舟第一人称视角的加持 可能在很多小伙伴的潜意识里 方舟富质龙并不是什么大家伙 当然事实果真如此吗 进入编辑器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方舟富质龙的体型 哪怕在现存最大陆生动物 非洲象的面前都丝毫不虚 也许像非洲象这样的动物 进入方舟世界 也不过如此吧 经测量 方舟富质龙的体长优为8米 头冠最高处离地面的高度为3.92米 而其体重更是达到了近6吨 托托的非洲象体型 这么看来 方舟动画里的Scarry 才应该是富质龙的真正实力啊 实在很难想象一头非洲象级别的巨兽 居然会害怕一个手持棍棒的无毛直立员 根据现实中富质龙数的已知最大物重 号角富质龙的正目标本推测 其体长同样是在8米左右 在体长上 方舟富质龙和现实富质龙算是打了个平手 不过对比身材我们还是发现 方舟富质龙的身材明显更加粗壮 因此在骨色体重上 号角富质龙又为4吨左右 比方舟富质龙轻了不少 总结 方舟富质龙的体长卫行程度为0% 在本排牌榜中位居第六 第五名 三角龙 毫无疑问 在名气加持下 身形如坦克般魁梧的三角龙 绝对是方舟玩家前期最爱的生物之一 在具有不俗战力和强碍击退效果的同时 还有着轻松的驯服门槛和仅16级就能结束的安具 使得三角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手保护神 那么 这些新手保护神的体型究竟有多大呢 通过该场景我们可以看到 哪怕在真正的坦克 虎式坦克面前 方舟三角龙在试感上都没能显露出多少劣势 根据测量 方舟三角龙的体长达到了10.3米 顶势最高处的高度为4.93米 而体重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0.7吨 好家伙 第一次得出这个数据时我也是非常的惊讶 但考虑到方舟三角龙身形如此粗壮 倒也不足为奇 根据现实中最大的前途三角龙标文之一 EMP15.1推测 其体长约为8至8.5米之间 体重可接近12吨左右 将双方的轮廓进行直观对比就能看到 方舟三角龙具有更大的头部 更长而更粗壮的尾部 这使得方舟三角龙在本排行榜中位居第五 体长卫星程度为18% 第四名 后比龙 虽然同为角龙类 但是后比龙和三角龙在游戏中的地位和存在感 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 无比鸡类的技能设计和抽楼的造型 使得后比龙在游戏中可谓是门口罗雀 甚至如果不是因为他和三角龙同为角龙类 我都差点忘了有这么个家伙 小话少叙 我们直接来看方舟后比龙的体型 这一次我为他选择的对比对象 是一头尖高1.7米的南白西 可以看到在方舟后比龙面前 白西简直就宛如一只小狗般可爱 今次量 方舟后比龙从头至尾的体长约为9.12米 顶势最高处理地面约4.11米 体重则为9.74吨 而根据现实中后比龙数最大物种 加拿大后比龙的标本NMC8867 及其他完整材料推测 体长约为6-7米 体重4吨上下 将双方的轮廓直观对比 可以看到方舟后比龙不仅体型大了近一倍 尾巴也是无脑拉长 因此也让方舟后比龙的卫星程度达到30% 位居第四 第三名 丁壮龙 如果我没猜错 丁壮龙应该是本期榜单中 玩家在野外第二步想遇到的恐龙了 作为剑龙的小个子亲戚 丁壮龙是为数不多 会主动攻击玩家的知识性动物 相信不少生存者都忘不了 被他热情怀绕举高高的精力 经测量 方舟丁壮龙的体长为6.9米 键板最高处为3.46米 体重估测为3.5吨 而现实中的埃塞尔比亚丁壮龙 根据标本1-37复原后 体长优为4.5米 体重几近一吨 这里多则一句 基于一些同层位的剑龙类足迹化石记录 以及丁壮龙的身体结构 古生活学家认为 丁壮龙或许会像鸭嘴龙一样 不使用恶族行走 因此我们将双方的轮廓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 现实中的丁壮龙 哪怕站起来都没有方舟丁壮龙高 顺带一提 丁壮龙是方舟少数 与现实原型属民种民 完全一致的恐龙之一 我们的海莲娜博士 直接将他归入了 现实中的埃塞尔比亚丁壮龙 总结 方舟丁壮龙的体长 卫行程度约为53% 成功机身本排行榜前三名 第二名 剑龙 丁壮龙的机身前三了 作为剑龙科的老大哥 自然不能拉下 在一次TLC更新之后 剑龙可谓是脱胎换骨 从原本雷龙打果子的下位替代 到现在不少玩家 采集战斗和防御的香薄薄 进入编辑器场景 这一次我们为方舟剑龙 选择的对比对象 是一辆12米长的公交车 可以看到 试感上方舟剑龙 极密公交车略小 而对比侧身边的看到 咱们通贵服再次发挥了传统异能 直接把尾巴拉长 水上了一大截 经测量 方舟剑龙的体长约为15.7米 键板最高处6.42米 体重更是超过了惊人的30吨 这已经可以和部分吸脚类口龙 白白手腕了 那么现实中的剑龙有多大呢 根据狭窄剑龙最大的标本 YPM1853复原 气体长大约在7.6米 体重约为4.5到6吨之间 将双方的体型进行直观对比 可以看到 就算忽略水的离谱的尾巴 大概躯干方舟剑龙 就比现实剑龙整个还要大了 凭借107%的卫星程度 剑龙拿下绑带的亚军 第一名 双肩合龙 当这个名字被公布的时候 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名怎么会是这么个小不点呢 确定没有搞错吗 诶 少安无躁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同样的 当我们在编辑器中 调出双肩合龙的模型后 就会发现 它的体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上不少 经过测量 方舟双肩合龙的体长约为3.14米 臀高则为0.81米 体重则也有个97公斤 这个体型发现实中 已经是每周报的水平了 当然了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 它还不配拿到冠军的宝座 双肩合龙最占便宜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原型更小 基于非洲双肩合龙的正模标本进行复原 我们可以发现 它就是个只有70厘米左右的小家伙 并且由于尾巴占了体长的一大半 其体重更是只有约1公斤左右 甚至还没加猫大 我们将双肩的体型进行直观对比 就会发现 一项保守的投媚服 让双肩合龙变成了名副骑士的小巨人 哪怕一口吞掉它的祖宗都不在话下 总之 双肩合龙的体长卫星程度达到了349% 毫无疑问是鸟屯类卫星榜的冠军 哦对了 顺带一提 被我们挂在肩上的双肩合龙 和地上的双肩合龙不是一个大小 随地大小变了 属于是 第0名 托丰兽 诶什么情况 金牌都已经发了 怎么还来了个第0名呢 你不是说十大鸟屯类只能找到9个吗 你看这第10个 我不就给你找来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曾经的节目我们提到 海琳娜将方舟驼风兽命名为 Morella Tops Dramatarias 其中署名分别来自莫雷拉齿龙和角龙类 种家词的本意则为奔跑者 取自单风骆驼的种家词 因此它的正确译名应该是 单风莫雷拉角龙 或者也可以简化为驼风龙 但怎么说也不应该发誉成兽 而通过这个学名可知 在海琳娜眼里 这种排行动物 或许是一种方舟独有的鸟屯木恐龙 那么它的体型有多大呢 让我们进入编辑器场景 这一次我们为驼风龙 安排的对比对象 是一只单风骆驼 让我们通过真正的驼风兽 来感受下方舟驼风龙的巨大体型 经过测量 方舟驼风龙的体长达到了14.3米 驼风的最高处则为5.57米 体重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4.3吨 这个体型是个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现实中已知最大的鸟屯木恐龙 巨型山东龙根据化石标本GMV1780-1 以及一些较大的肢体材料推测 其体长大约在14米左右 体重约为19吨 方舟驼风龙的体重是达到两倍不止 通过剪影图我们也能直观看出 尽管体长激进 但是驼风龙的身材实在是太夸张了 而由于它毕竟是虚构生物 所以我们不列入正式榜单中 好的 至此我们便将方舟鸟屯木恐龙的体长威胁程度 给进行了一个排行 不知和大家心里想的是否一致呢 就如我们视频开头所说 本期视频仅仅是该系列的一道开胃菜 今后我们还将排点更多方舟 其他类群的生物卫星程度 像是下期吸吞木恐龙的排行中 体型巨大的瘦脚类恐龙和吸脚类恐龙 并加登场 如果各位小伙伴期待的话 就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